大家好 前段时间我在花盆里面种了一颗苦麦菜 现在长势是非常的旺盛 可能有些花友所处的地区叫油麦菜 但是我们不管它叫油麦菜还是苦麦菜 我们自然种给自己吃的 一定要坚持绿色健康环保 所以我们尽可能使用一些有机肥 不要使用化肥 所以我栽种之前 用的就是这些发酵好的干羊分 因为这种干羊分它的肥力比较温和 不容易烧根 同时又能保证有足够的养分 给这个蔬菜来吸收 又能保证健康环保绿色 我给它上盆的时候 大概用了20%的干羊分 以这个土壤一起混合 然后给它栽种 同时又给它加入了一点底肥 这个时候也适合给它追一下肥 那么我给它追肥的话 只需要放上一两抓这个养分就可以了 不需要太多 平时为了提高它的抗性 减少虫害病害的发生 那么我会结合使用这种椰母原路 因为这种椰母原路 它里面主要含的是一些有益菌群 同时这些光合菌放性菌比较丰富 可以提高它的光合作用 让它提高叶片的抗性 减少虫害病害的发生 一般正常来说 我们每次教学的时候 只需要按照一比一千的比例 对水给它浇灌就可以了 不需要太多 我们也可以拿来喷湿叶片 因为这个椰母原路 它不是一种肥 也不是一种药 它主要含的是一些有益菌 那么这样的话就比较环保 比较绿色 而且比较健康 如果说大家也有兴趣在阳台盆栽蔬菜的话 像这种古麦菜 我们只需要种上三到四颗 一家三口天天都有的吃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